Bring the madness 哈囉大家好我是醬哥 今天呢我們介紹這個明日之後的 武洞豪宅 我們現在第一間呢進入到的這個是魔王媽媽樂 然後他的這是資源吧都放在外面 這應該都是 基本的素材 不曉得他會有放半成品還是什麼東西啊 anyway 你就稍微介紹你外面的外觀好了 OK所以他的 天台在上面 然後是有類似做半圓形的設計 那他的大門口在這裡前面兩個三個矮貴 那一進門就有這個魚缸 魚缸也是課了不少錢啊 然後再跟這個大的 大的鐵架 然後電視機跟這個 他的家具放在門口 沒有電梯啊然後他的武器會放在這裡哇滿滿的武器啊 這誰敢招惹他馬上被打爆啊 他應該是槍械弓吧是不是 非常好 非常多的槍 那我看一下二樓好了 OK二樓一上來就一個 鋼琴啊 然後他有三道門 先走哪個門好啊 還是先彈一下鋼琴 我們看一下藍色門開始好了進來就是一個算是客房吧有個電腦桌 這什麼 配配創意OK有隻豬帶跑的 之前活動的時候可以換 把他貼壁紙 地上也是有貼 OK這邊是應該是他跟他主人的床吧兩張床 看一下這個這個房間有什麼OK他這是一個小堂椅啊 可以看對面的風景來看一下看一下 現在晚上晚上沒什麼風景也看 這邊還有一隻鸚鵡啊 我們再去上去三樓看一下有什麼東西好了 三樓 這看起來像是一個會議廳哦 對哦 說 這也課了不少錢哦 來偷吃一下東西 彩虹元宵這個超讚的啊 一定要給他吃一下 一天只能吃一個 我們好多人啊 人氣還不錯 我們看一下還有什麼哎唷這個吊飾好漂亮 坐一下坐一下 我給這個洗手台 你什麼 瘋的 對外來會塞櫃子嗎還是洋台啊 這裡有個馬桶 哇他的人氣榜第一名啊 我們現在看第二個房子第二個房子是這個 負責的 那個哲哥看一下房子怎麼樣好了 地上有這個電板喔會扣血的然後進來的話 設計還不錯看這分兩三層喔 他該不會矮跪放在下面吧 阿密密講出來OK這邊是這個工作間喔這個工作間的部分 所以有可能 有可能喔 你要不要打 OK然後他的這個是二樓 第二層上來之後可以到這個房間喔房間進來就是 這是 就是 一般的家庭用趣啊 上面還有一堆槍 這個槍跟上一間比起來就少了很多 我們去二樓看一下 應該算三樓吧 OK我們上來之後呢 那個玄關 玄關進來之後可以看到一堆 這是什麼這是櫃子 櫃子跟這個沙發 然後旁邊還有床哇這個床也是 這個床很高級啊這一次更新出的啊這一次一筆錢喔哇 聽說 躺在上面可以回60的耐久 算了我不想課那個金 可以看一下這個陽台到哪裡啊這個到上面嗎 你看我覺得應該沒有到上面 這個這個床 是彈跳床吧 我覺得 電梯應該有到三樓啊 看一下好了 這裡耶這裡耶 這樣其實還不錯啦 中間遮起來讓他可以翹起來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不錯的設計 有有有有他有到三樓所以三樓一定還有個櫃子 這裡應該只是放一般的東西吧我覺得 也許是半成品 不錯啦 整整體的設計到這邊啦來我們再看再看下一間房子 我們第三間房子來到這個珍妮斯跟丹尼爾的房子我們來看一下住宅區 一進來呢也是有這個鐵的地板 放電的功能 那這一間的話呢 那這一間的話呢他有分三個區塊啊我們先從哪個區塊開始啊 這個區塊是什麼 看一下中間還有這個 防火象嗎 這是什麼 我這是一個小型會客室啊裡面有一個洗手台 然後有兩張椅子可以給大家吃東西 那我就不客氣啦 好的他的門也是有做貼皮啊 全部的東西都有做貼皮 應該要花了不少金條啊 OK那這一間呢是我們的工作間我們可以看到上面是掛的那個燈籠的部分啊 那牆上的話都是一些槍 典長版的 我對一般般的槍啊 上面這個白色是代表什麼是有做那個嗎那個鐵樓嗎 我們上來這個旋轉這個樓梯上來之後有一個像是 桌子啊這是 像玄關吧還是什麼 一個獨立空間在這裡啊旁邊放畫 我給他這裡有兩個路口一個是通往陽台的方向啊這是 小型的陽台可以看等一下 他可能叫我去別的地方 先給他打個招呼啊 我還在錄影啊 等下再給你 等下再跟你過去看另外一間房子 OK那我先繼續看一下這裡 這邊的房子大概是這樣子的我們先看一下再往三樓好了三樓也是一個 一個旋轉樓梯這裡 上面還有一個 樓梯OK然後這邊的話就是他的個人的空間 上面是什麼呢 上面是什麼呢 上面就是一個 灰姑娘住的房子他的床好爛 OK所以 大概的房子長這樣我們先去復約一下他叫我去 市長家看一下 好了我們到了第4間房子這間也是丹尼斯的 真丹尼斯的那我們看一下喔這裡也是 滿滿的農田 放場 OK那 哇這個房子也不賴喔 這房子不錯 應該是蓋了很久花了不少時間蓋啊 我們先看一下這邊好了這邊是兩個鐵大鐵櫃喔 那這裡是會議廳的啦小型的會議廳 卡住啊 OK過來過來過來 那 我來我們樓上看一下好了 聽說他把這個大會議是 改成非常的大下次我們的會議會在這邊開呀 哎有東西就是要吃啊對不對 吃哪個好 烤魚好好吃這個吃個 好啦不小心按道不好意思 我朋友這個桌子啊好多食物啊 我怎麼一直按道 我呦 白白是代表什麼 我們看一下這就看別的地方了我卡住我卡四角 OK那 我們先看 先看哪裡 設計還蠻好看的 旋轉樓梯前面 監況一樓好了吧一樓 應該兩邊都有通吧 哎還有射密碼啦 真是的 下次他在的時候再繼續參觀好了我們先去 二樓看看可不可以跳進去啊 從這邊跳進去看看 這裡也鎖起來了 至少他有這個陽台啦好吧有陽台可以進去 進來了 看到這裡 這裡有密碼哎呀 沒關係 我還有一個小時可以參觀 然後我們從這邊直接上三樓 OK三樓就是一個 獨立空間然後裡面有這個電腦桌 空間很大 半圓形的這個陽台 半圓形的這個陽台 OK 那這個門進不去嗎 那有辦法跳進去嗎 他應該有窗子 好啊 下次有機會再進去參觀吧我們現在再去看第五間房子 啊各位我們現在到這個促興大之老二啊現在看到他的房子是 這個天公之城啊把房子蓋樓上啊 哇這應該是 蠻厲害的 哇滿滿的這個鐵地板啊 看一下喔看一下喔 等一下為什麼 他的狗的名字叫這個 122D OK所以 我覺得他這個 天公之城對這個殭屍非常有用啊就是 頂多就是破壞第一層的那個房子有沒有 上面應該沒有機會破壞到吧 殭屍應該不會坐電梯啊 我可以看到他只有 透過這個電梯上去 那其實如果要勾子的話也是可以勾到四層樓啊 不過我們先不講抄家好了他一進來就有一個 鐵捲門 我給他的牆壁是四級的 我原本也想要設計成這樣的四層的 就是天公之城 就是他的資源不太好用 一定要上到四樓才可以辦法做運作這樣子 我們直接做到第四層看一下 OK第四層是什麼 應該第五層吧第五層是陽台啊 如果吃的東西在陽台 好下去一層 好下去一層 這層全部都是櫃子 全部都是櫃子 滿滿的櫃子都在這裏 好下去一層 看到他本人啊 他這邊 拿東西 OK然後裡面就是櫃子啊 OK然後裡面就是櫃子啊 這應該算是客房嗎 這是一堆櫃子 好啦下去好了這邊沒什麼特別的就是櫃子跟床 你可以跳到其他地方嗎 看起來是不行啊 好啦下去啦 好這一層呢是工作間 這間 這個工作間 有些有白白有些沒有白白然後他整排全部都是鐵絕門 真好我都抽不到 我抽到我也會用好不好整片都是 好這裡這裡也是一進門就有 這邊是廁所 這邊是廁所 這廁所就沒什麼特別的 等一下 東西會放在下面嗎 我忘記它是鏤空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下面的 下面的布置好了下面應該算是第二層吧 第二層有什麼 這是一個 大家同樂的地方 沙發還有家具 對然後是 這是煮菜用的地方 跑爐在這裡啊 對他用這個柱子把它撐起來 他給減少一些 板子的消耗 把全部都是用 擺牆去拼起來的 總結來說這個 這五間房子各位喜歡哪一間呢如果喜歡呢在下面留言給我 如果喜歡看更多這類的豪宅呢歡迎也歡迎留言給我 那我也會去看看有沒有其他有趣的豪宅 這樣子呢 觀眾們如果想要蓋類似的房子呢就可以參考他們的座囉下次見拜拜 掰掰 讚 大家 我們還會讓你先看看 欸 我們等一下